我曾經跟我媽媽說 讓他退休不要工作了 就是說到吵架這樣 那那個時候他 你覺得他似乎應該退休 他60了 沒有沒有 70幾了 對 我媽媽跟爸爸是蔬菜批發 然後他人手不扣 有時候我們還要參加 然後我參加 我會被我弟弟嫌棄的那種 他說你什麼都不會站在那裡 你把我的菜 客人把我的菜都打住了 你走開 你回家 其實我媽媽年輕的時候 他一直是那種很堅強 母雞帶小雞的那種 就對我們的呵護 然後我要說的比較那個就是 他是那種相夫教子型的 然後他又很堅強 就任何事他 他不要麻煩別人 他自己可以做的 那中風為他來講 一開始他自己會不會很辛苦 他很辛苦 我曾經跟我媽媽說 讓他退休不要工作了 就是說到吵架這樣 那那個時候他 你覺得他似乎應該退休了 他六十了 六六 沒有沒有七十幾了 啊 對 嗯 我說你可以退休了 因為你的人女都已經長大了 大家都有工作 他那時候是做什麼 就是還是想做得很來勁那樣子 對 他說他有一份責任感 所以他就說如果我不做了 那某某航空公司的那個什麼菜怎麼辦 沒有人知道他要什麼樣的 規格的產品 我說媽 那是很複雜的 有人會做 對很複雜 我說媽那有人會做這樣 非常好 你的公司 我相信你 你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